法律效力的实现要经过一整套环节 包括立法部门通过法律 行政首脑签署法律 法官通过法律进行裁决 执法部门执行法律 这中间教育界 媒体业 法律界 甚至娱乐业等领域的不同团体与个人 也都参与其中 影响法律的制定与实施 共产邪灵在各个领域寻找其代理人 争夺法律制定与实施的控制权 因此 受共产邪灵影响和利用的政治团体 千方百计要把思想与其一致的人 送进相关部门 争夺政治首脑 法官 检察官 司法系统的重要职位 比如 青睐自由主义的总统 会千方百计任命与其观点相近的大法官 影响法律裁决或使用行政权侵蚀法律 某总统任内总计对1385名囚犯减刑 同时赦免了212人 成为自杜鲁门总统之后 宽勉囚犯最多的总统 美国历史上任期内 赦免数量最多的 也是倾向自由主义的总统 他离开白宫前曾签发特赦令一次 缩短209名囚犯的刑期 赦免64人 大多数获得减刑的是非暴力毒品犯 其中包括一位泄露70万份美国军事机密文件的人 此人于2013年认罪 被判处35年有期徒刑 由于总统特赦 只被关了4年就出狱了 虽然赦免是宪法赋予总统的合法工具 但惊人的特赦数量无疑是在侵蚀法律本身 惩恶扬善的功能 1954年 由美国参议员 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林登约翰逊提出的 约翰逊修正案中 规定包括教会在内的免税团体 在进行若干活动时将丧失免税地位 这导致有些基督教教会因为害怕失去免税资格 让牧师在讲道台上刻意回避政治话题 特别是一些有争议的社会议题 例如堕胎 同性恋 安乐死 胚胎干细胞研究等 共产邪灵还操纵各类政治团体 试图通过影响选举来改变检查执法 一个由进步主义政治金主和团体送上位的地区检察官 上任第一周就一口气解雇了31名检察官 呼吁要终结大规模囚禁 还下令其办公室停止起诉大麻持有者 其他州市也出现类似的情形 一位检察官联盟主席认为 这等于号召检察官选择性执法 这种现象非常危险 因为它是要求民选官员忽视他们发誓要维护的法律 法官还可以动用裁决权对行政部门的法令进行封杀 比如根据美国移民法律的授权 总统可以在必要的情况下下令禁止所有外国人入境 但深受自由主义影响的法官则以信仰歧视为由 阻挠总统履行禁令达四个多月 直到被最高法院推翻 律师对法官和陪审团定案有很大影响力 律师组织的政治倾向直接影响到法律意志能否实现 美国一个主要的全国性律师联盟的创始人 曾经明确承认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主张公有制 终极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 该组织在全美各地拥有数十万会员 每年经费超过1亿美元 其主要工作包括通过在美国法院打官司 来支持同性婚姻和同性恋者收养儿童的权利 支持堕胎的权利 以及所谓消除对同性恋 双性恋和变性人的启示 在自由主义进步主义大肆占领美国政治版图 控制教育媒体社会运动等领域之后 魔鬼通过学界与舆论影响法律制定和实施的能力 已经空前强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